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什么叫做幽冥法界 幽冥法界是指说 我们在这个生活的环境 你一定要放低你的资讯 就是说你要放下你的内心的自私自利 你的内心的怨恨 你的内心的贪念 你的内心的欲望 当我们行善的时候 为善不亦人群啊 你行善的时候也不需要表扬 默默地认真去努力去做 舍离远离一切的民文立养 这个叫做幽冥的法界